下車 你有看過這麼大張的悠遊卡嗎 幾乎是一般的悠遊卡四倍大 不過這張悠遊卡的起源 其實跟這位刺激大哥有關 巨大版悠遊卡 比刷卡機的感應區還大 一拿出來 直接存了全場焦點 好大喔 它可以低嗎 看到有人拿這張出來 你們會不會 我會想要這樣 我會想要 想要去買一家機 想要去問他 對啊 好酷喔 他不能放啊 他要放哪裡 可以放這裡喔 你好忙欸 這張巨大版的悠遊卡 長21公分 寬13.1公分 好不好帶已經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原汁原味呈現 公車司機康戀傑的創意 也要讓他失而復得 蠻驚訝的就是說 怎麼會突然有這麼幾個驚喜 原本以為說 自己做的悠遊卡 那樣已經被偷走了 故事的起源是這樣子的 今年8月中 某天康大哥在客到站 發現有名男乘客睡著 好心提醒他要下車 結果沒想到這位男乘客 趁康大哥去上廁所時 又折返回車上 趁機偷走儀表板上 康大哥自製的巨大版悠遊卡 讓他好無奈 把切案的經過PO到的臉書 不只引發網友討論 還上了新聞 結果意外的 悠遊卡公司也得知了這個消息 他們大家都覺得蠻可惜的 就是很用心 然後有興趣收藏自己製作的東西 卻被偷走了 康大哥開公車七年了 親切在客的態度 把乘客當朋友 次度貨班金運獎 優良架式 平時會在臉書分享在客的點點滴滴 擁有一群粉絲 當時自製的巨大版悠遊卡不見 還有網友敲碗 要他多做一點 開玩笑的說 請他拿出來賣吧 悠遊卡公司也修入到了商機 乾脆發行一起竊案 造就了巨大版悠遊卡的誕生 TVBS新聞將軍李才穎 台中報導